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云图之联的崔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学习 Python编程语言基础这门课程 那么在本章中我们重点去讲两个内容 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在Python中 要去使用的这个模块 通过模块的话 更清楚更条理的去组建我们的项目 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来去讲解这个函数 包括函数的这个参数的传递 通过函数的一个使用的话 可以去实现我们在程序中 代码的一个复用 并且能够去实现我们代码的一个通用性 去简化我们当前这个程序的一个开发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本课的一个目标 在本章中我们需要去理解模块 以及函数的一个概念 以及它们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个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然后呢再紧接着就是深入的去使用 这个自定义的函数来去实现代码的一个重用 并且能够更好地去掌握住函数参数的一个传递 最后我们去带领大家把这个Python中的数据类型 进行一个这样实际的划分 划分为可变对象和不可变对象 并且呢结合着参数的一个传递 来去进行实际的一个应用 好了这是以上我们本次课的一个目标 我刚才能发现的一说明 Roosevelt 然后我们要让你再弄一种柄 如果把这个力量可以向来